从年轻时候开始 廖万芝的农务工作 就是一早五点多到田里 开始一天的忙碌生活 种花生 玉米或是其他蔬果 还有笋子 廖万芝经营出土城 第一个获得有机农业认证的农员 和万芝伯一起打拼了妻子 当年在家人的引荐下 嫁给父母身亡的万芝伯 数十年的打拼 老夫老妻的相处 没有甜言蜜语 却有敬佩的尊重 我都打拼十分 十分? 那叫做 那不错啦 十分就很多不想打我 打一百分钟 那就好了 我告诉你 我们家人 我没有赴上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 我只能这样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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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广告说的 万芝伯仅卡满公围 却是很实在的好男人 婚后和妻子两个人忙农作 还到处奸材赚钱 养大六个孩子 这段时间的辛苦养家 其实没努力 万芝伯说肯做就对了 提公辈不会亏待您 要做啦 万芝伯的媳妇 也是轻化礼的离炸 对于公公持家和工作的态度 给予高度的肯定 因为公公不多话 凡是身体力行做给子女们看 这样的身教方式 最受子女敬重 全家人一条心不分彼此 早期他们两个都不认识 吃要拉拔六个大 六个孩子长大 其实很辛苦 然后有一些 因为遇到一些困难 有时候他们两个 也是都是会互相安慰 所以当我嫁给我们廖先生 当他的妻子 然后真的很有荣幸 有这样的一对公婆 对我们的照顾 那在生活上 就像你们刚才看到她 她的态度就是这样 我们有做就有偷吃 所以在她的生活里面 她就是说 我们怎么满地做 除了教养方式备受肯定之外 万芝伯更有大爱的奉献精神 景临灿云一旁的青云路 和路边的水沟土地 就是由她无偿捐赠 希望能给社会大众 更好的同行道路 无私的想法 更是得到在地相亲的 一致推崇 中间新闻 零六流梵钢 土城报导 字幕志愿者 红鲜 红萨